这个给大家带来一下这个雷包元素的视频 然后雷包元素其实大家好像更喜欢叫它这个重地元素 那其实元素确实没有什么可讲的 那咱们直接进入这个正体来讲一下这个元素的技能 那元素的话其实两个技能吧 其实一个是锁定机一个是主攻技 锁定机摸牌阶段你改为摸X张牌 X为存活的势力数 然后出牌阶段结束时 若你于此阶段没有造成伤害 则这个将手牌摸至这个体力值 超过伤害这个伤害超过一点的话 则本回合那手牌上线改为以损失的体力值 两种用法嘛 一种是这个掉血说打多少来来这个留手牌 第二种是不打伤害来大逼越嘛 两种打法 第二个技能是这个主攻技 尾地然后你于锁牌阶段这个气质的牌 可以交给任意任意名其他群雄角色各一张 其实怎么说呢 两个技能有点矛盾啊 因为第一个技能是摸场上的势力数 第二个技能是这个把这个牌给群雄的角色 那如果是神将他到底是选群雄呢 还是不选群雄呢 对吧 那这个大过牌武将嘛 就是都有这种神抽啊 或者说关键时候摸关键性牌嘛 所以这种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身份适应性主攻和反贼 那如果这个视频有很多神抽的话 大家也就看看吧 反正大过牌武将神抽是常规操作 机操机操 好那第一盘的话是一个反贼的录像嘛 先带来反贼再带来主攻 那这个主攻是一个这个戒徐阵 就如果是这个反贼的话 我们还是尽量选一个思绪将嘛 那毕竟说怕被秒好吧 那雷抱元素的话 其实手牌刷牌的话 就是建议说刷一些这个顺拆 然后装备牌之类的东西 然后能打到第一回合 打到一个小B月的效果 那其实还是不错的 那这把场上的视力数是四个视力 那四个视力的话 就相当于一个超大因子嘛 那其实还是可以的 那冰狼村段 我还是舍不得这四张牌的 交了一张这个无懈可及 然后这里的话 那往后之位去杀马良 可能也不太合适嘛 就是说实话 这把是把至尊场的 这个至尊场的素材 然后这个5号 它其实是个小内嘛 一上来就来了一句 这把请教我天使 就直接跳这个天使内 那没办法 这把本来就难打 那只能说去期望后之位 马良它是一个反贼嘛 因为希望后面的强将 是个反贼还好大一点 好这里的话 其实马良开始随便塞了 那我们这把反贼其实已经是一个天崩地裂的开局了 8号死了 然后这个5号是个天使内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三打四 真的就是一个三打四 那马良这边跳的是一个反贼 是一个好消息吧 那但是他并不知道他的队友在哪里嘛 其实说实话 真要从降面来说的话 5号它是一个比较做不了内的一种情况 5号是一个这个铁中城嘛 那铁中就中反嘛 中反坑里的 这种香香做肯定是做不了小内的 那马良一顿操作 一顿操作开始乱三排 那这边到了这个林操的回合了 林操这边装了一个这个人王盾挂了一个闪电 挂闪电的话 挂闪电丢杀 其实我当时在我自己打的时候 觉得这个林操好像是个跳反的情况嘛 那我想这个 我是希望6号7号打起来的 那因为劣势局才会去挂闪电嘛 那优势局肯定不会选择去挂闪电 而且他是丢杀的 没有去往后之位去杀 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跳反 或者说跳内的情况嘛 但是这把其实我是看过录像两三遍的人 我知道这个香香是一个内奸 然后这边其实要不要剧透呢 其实说实话 这把沙摩克和林操是两个中城的 好招和这个马良 加上我们三个反贼 那其实这把真的很不好打 然后沙摩克这边这个装上这个麒麟弓 然后换上猪格连弩一顿去凸这个好招嘛 那其反贼确实是个天崩地裂的开局 那看这盘怎么赢吧 这里马良去救了一手林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注意这里啊 沙摩克丢的排行是两桃两闪 然后好招这边开桃源结役 那这边火攻这个徐胜 然后火攻中了 然后拆徐胜呢 这个加一马应该是 然后这个开无中 然后随便随便打下 把自己的手牌打光了以后 应该是去这个挣沙摩克的 或者说挣主攻都可以 沙摩克这边丢排行是两桃两闪的话 我觉得沙摩克手里有可能是四张桃 或者说三桃也无限 就这种很好的排行 那结果没想到这个好招 队友也是个坑 他没有选择去挣这个沙摩克 那就很难受了 那到了我们的回合 我们两个顺手牵 然后去顺这个徐胜的手牌 去压他手牌 然后这边选择冠师傅 一个普通杀 就杀这个杀这个徐胜 我当时已经想好了 两张贴索连环 把这个中处全部连起来 然后普通杀杀徐胜 这里要注意啊 不能雷杀 就是雷杀的话 就是他的伤害是算这个超过一点的嘛 那手牌要丢光 那还是舍不得丢这个手牌 那这边直接两铁锁 还要挂闪电 好这里到了马良的回合 马良这里应该会选择 把这个牌塞给我们了 那这边选择九杀 这个九杀徐胜 这里肯定不能塞给好招的 因为好招阵谷正在这边 香香如果塞好招的话就很难顶 好这里这个林超被闪电劈了 他翻牌是一个忠诚嘛 那香香这边没死 沙摩克这边也被批了 那这个徐胜也被批了 那沙摩克果然能掏出至少 至少三张桃嘛 所以我说这把好招打的是真不好 本来这把妥妥的就 我就挺的啥的 然后沙摩克单杀 杀好招好招闪 然后我们这边救一下好招 那好招这边把手牌轻一下 然后去这个振骨振一下 这个徐胜还是可以的吧 或者说振一下这个别别 外之位都行 他这边随便振 他选择这个徐胜嘛 徐胜这边顺手牵 顺手牵一张杀 把这个好招给杀了 摸三牌 摸三牌 然后我们这边吃乐了 吃乐了以后 那只没办法 只能蹲坑啊 那突然想到一句这个显话 这边排行的话 肯定是把闪丢掉的 怎么说五六 五六是杀不到我们的 然后徐胜这边杀我们 我们有闪可能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这边排行就丢闪了 说一句显话 可能个人觉得这个雷暴元素坐内是有坐内的能力的 只要主攻不是这个群雄势力 雷暴元素应该是有坐内的能力的 只可惜没有打出这个小内的素材 因为他前期蹲坑来养装备的话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那本身有个大锅牌 也算有一点点小爆发能力 那坐内其实还是可以吧 那徐胜这边选择去杀马良 不理完全不理我们 杀马良扣两血 那这边我们到我们的会合 我们一拆一红一九红杀 应该就结束游戏了 外之威应该求不出桃子了 那这边也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大锅牌 拉卡叉 然后来结束了这把游戏 这把两个铁锁是我们叫的 其实说实话 MVP也讲道理应该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两个铁锁直接把这个 对吧 直接把这个祖宗给打崩了 然后这里果然相当是个内 就是一个全程没有帮返 就是也不去想着空场 就是想吃烂饭 想着对吧 想着恶心反贼的一个小内 那其实个人不推荐这样打好吧 那第二盘也是一个 咱们主视角的一个重力元素 那其实这把的 大家慢慢看吧 这把小内也不是很好 好 这边开局就是像我说的 刷一些这个有压制力 但是没有这个撞着伤害的一些 紧张牌 诸葛连奴加一码 然后这边两张乐一贴 那其实两张乐的话 我觉得贴的没毛病 王元基怎么 王元基单卡强度强 要被贴 没办法有时候 然后我这里当时也在纠结嘛 你说这个群雄司马依 他到底要不要去贴乐不思数 或者说到底是一个什么势力嘛 因为本身 我们摸牌 摸牌技能是和势力输有关 但是我们主攻击是和群雄有关的 其实特别别扭啊 这里好招 说实话应该给我们震骨 震骨完以后 我们这边可以说造成很多伤害 然后把手牌丢光 然后再据说选择 捕牌 那其实好招 这边震骨我们是一个挺好的 一种一种打法 这边拿牌型的话 这个拿张花色伞吧 这边拿了一张这个方便伞 好这里到了这个群雄的回合 群雄这边趋虎继续去压曹银 那后制卫这个两个两个忠诚一跳呢 其实说实话两个这个像好招呀 像群雄啊 都是没有做内的任何能力 那外制卫就是找个内吧 那这边皇后说跳反嘛 那司马懿应该是个蹲坑 司马懿蹲坑的话 看后面怎么打吧 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定义 这个司马懿的身份 皇爱这边就是按铁锁连环跳反了 那看王源吉了 我不知道说实话 这个王源吉跳内的话压力也挺大的 这边九杀杀 然后我们这边被贴乐了 那看王源吉怎么跳吧 王源吉这边就是杀我们的话 也是跳反贼嘛 那曹银这边我自信说猜对了 那场上的局势好像是一个司马懿没动 那我们这边丢牌 把一张铁锁连环塞给司马懿 就给小内吧 我当时真的就是这样想的 铁锁连环塞给司马懿 因为这里除了司马懿 所有人就是两中跳出来 然后司反也是说跳出来 所以这边选择去塞司马懿 然后这边火攻我们亮的排阶是闪啊 不是很希望曹银去杀我们 这个再杀我们也很容易崩盘 然后这边就是说 铁锁说给我们补了一下两张牌 然后其实他给我们补牌也是可以 给他进补牌也是可以 因为他是在先动的位置 我们是在后动的位置 但是我们学少嘛 那继续看吧 这边好招开个步步棚 讲到你应该拿一个复印码吧 桃子可以选择留给铁锁 但是他拿桃的话应该不会吃 我觉得这个好招是看我视频的谁有 应该是有这个素质和水平的 这边拿了一张桃应该是不会吃的 应该直接丢牌过了 然后这里选择去拆这个 黄盖的手牌 没有选择去拆皇后的手牌 也行吧 那这边到了这个熊玉的回合 熊玉也选择去压这个黄盖 没有毛病好吧 黄盖这边拿血量换牌的 去压黄盖的血线 完全没有毛病 然后这边驱虎去驱这个黄盖 打这个王源姬 这个熊玉打的确实还不错 其实那其实说实话 可能这里标询就好一点吧 因为我们毕竟是个无血组 好皇后这边杀一刀司马懿 送司马懿觉醒 然后决斗跳好招 这里打法应该是跳一个反贼吧 我觉得完全没有错 跳反贼 然后司马懿这边顺寻玉 我当时觉得哇 这把又出问题了 这把小内是个死反内 上把遇到一个天使内 这把遇到一个死反内 很难听好吧 那这边司马懿贴索 就全部重铸 然后去找属性杀 然后利用这个黄盖去 这个来击杀这个寻玉 然后这边拆我们的手牌 说实话 我当时这里 我当时没心态了 当时打手已经有点没心态了 就确实找不到这个小内 结果这郭皇后说 嘴牌跳出来了 说自己是个内 就是祖宗去针对他 他还说还要帮祖宗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游戏 就是小内这张牌吧 就本来就是说被针对 也只能说忍气吞声那张牌 一会儿会带来一把 这个王源姬小内 就开局说被压了 这个打个广告 开局说被压了很多很多血 然后这边就是 开局大概吃到祖宗的一个 七点伤害 六到七点伤害吧 然后这把还是一个小内 王源姬获得胜利的一把素材 晚一点会带上来吧 那这边就丢牌 回到回到比赛 这个丢牌的话 就不塞给司马懿了 司马懿这边跳的是反的 好朝这边选择去杀郭皇后 送郭皇后觉醒了以后 然后去把这个司马懿的牌给震了 那这边先开桃园 开桃园 然后这个给好朝说看牌嘛 那好朝这边看看会 展示什么牌吧 展示了一张难蛮 其实说实话 展示桃园可能会好一点点吧 我觉得我们这边三打三 其实还是有着打的好吧 这边卡着距离打 这个七八号 七号卡着距离再打 还是可以打 那司马懿这边也确实瞧不起 我们这个重地元素好吧 就是没有选择翻我们 翻了一下好朝 翻了一下皇后 就是没有选择翻我们 然后这边开张难蛮 开了一个玩沙 想收我们 但是好像第二张无懈可击 也是在我们这边 祖宗这边 然后这边杀了一刀 这个皇后 然后这边毕了个月 好 黄盖这边继续乍响 继续乍响 好像还是说 断距离的一个情况 那就开始嘴牌了 王元基说杀我呀 王元基要过心牌 说实话 这个难顶好吧 那其实怎么说呢 就咱们也管不了别人吧 做好自己就行了吧 那这边 这个王元基杖八杀尾到 我这里肯定要玩脏的了 因为 这里小内是有迎面的 我这边直接说 骗了这个 过皇后一张桃 然后这边再出一张闪 然后这边 这个过牌嘛 因为还是说那句话 有过牌优势 抽了三张杀 然后继续杀 然后杀九杀 杀这个皇 杀这个皇盖 九杀杀皇盖 应该也求不出桃子了 皇后这边求一桃 然后那个司马懿 这边肯定是没桃的 然后这边继续把顺手签 我不知道这张无懈 是在好招手里 还是在皇后手里 这边没顺成功 一张杀杀司马懿 如果说这个 没带走的话 再开张南蛮 然后给这个司马懿 喂个桃 好 这边这个开无中 开无中继续去杀 杀不死的话 还有两个南蛮 而且我还有下回 有个动的机会 那还行吧 而且说手牌能留四张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求个三连 谢谢大家